今天是星期一,我们公司放假,然后呢,当然了,别人都在工作呢 四天想后,觉得还是应该走出去看一看,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温哥华本地的生活 另外呢,也体验一下在别人都在工作的时候,走在街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走吧 天气不要太好了 今天呢,我感觉路上有些车,但是行人非常的少 周六周日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当然了跟国内没法比了 但是在温哥华本地还算是非常的,人非常的多 忽然间好期待这场,这个说走就走的小trip 大家看一看Skytrain,也就是天车站,或者是地轨,地铁怎么买票吧 温哥华的这个天车站买票的系统就是这个,大家看一下地图,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呢,要从这一站,坐到Downtown的这一站,是市中心嘛 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买票,买一张single的 然后因为要去温哥华是两个区,所以要4块1 没错,这个,特别要输密码,要先选择credit card,然后输入款之后,然后选择英文,然后,然后n密码,密码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 OK,四位式的密码,然后票就出来了,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然后呢,票就到里边了,那如果要收据的话呢,就点收据,然后收据也可以出来了 温哥华的车票呢,这一次呢,大概可以用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之内,在这两个区域里都是可以互相穿的 当然,如果你再跑到第三个区的话呢,就要,呃,在第三个区域要再添添纵 所以它的车票呢,其实还是不便宜的,你想,4块钱和人民币要20块钱了 基本上打个车好像还能去挺远的地方啊 我现在住的这个区呢,叫Richmond,它这个区呢,华人非常的多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轻轨呢,是在三号路上,也是最繁华的条街 那从这个轻轨的终点站,往北边一直坐呢,就坐到温哥华的市中心了 温哥华的市中心就是很多高楼大厦了,然后沿途也可以看到很多繁华的这个餐厅啊,超市啊 当然了,跟国内还是没有办法比了,在车上都要睡着了,然后现在走的时候再拿它再逼一下,就好了 这样出来了,一个半小时之内,现在是几点钟,现在是2点35 来到35,争取的4点左右回去,回不去的话,就再买张票咯 然后我们走起,去百分,溜达溜达 诶,是个中国老人家在拉二湖啊,拉的好像是天安湖 中西河壁,哇看大有前途 下了轻轨之后呢,这边有一个小的咖啡店,我也为人不是很多了 看来还是蛮多的,尤其是妈妈,奶奶啊之类的,比较多 这个咖啡店呢,比较小,但是呢,还算是比较有Quality 它在一个酒店里面,也是比较有名的,叫George Hotel, Georgia Hotel, Hotel Georgia 类似吧 我现在呢,坐在了刚才的咖啡店的外边 其实我觉得,这个咖啡店呢,它的Quality呢,比较高 然后呢,它的这个杯子,你拿过来的时候,你就感觉非常的好 是什么呢,因为它比比如一般的Starbucks啊,或者是Tim Horton的杯子要厚一些 能感觉到里面有一层额热的这个东西在里面 所以这样拿起来,即使没有那个Sleeve,拿起来的时候也不会很热 我觉得有的时候,细节还是挺注重的 我对面呢,就是这个Vincora Art Gallery 里面呢,经常会有这个,拼拼的展出 里面呢,经常会有这个,拼拼的展出 在路边,感觉都是非常多 对面的那个广场,有非常,非常多的橘红色的椅子 坐在那里面,感觉应该也非常不错 一会儿我们可以坐过去看一看 我现在忽然间啊,觉得这个富二代们的生活 还是真的蛮不错的啊,当然呢 他们肯定追求的就不止这些了啊 人总是在一个时候,看一个时候的事情 此时此刻,我觉得人大概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在通往自己生活工作的路上的人 也就是街上忙碌的人们 那我觉得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 像我一样去观察别人 然后记录生活 然后给更多的人展现 给更多人看的这样的一类人 那像现在媒体社会发展的 这么迅猛的时候 有很多YouTuber啊 很多做媒体的人 他们都纷纷的记录街道上 或者是公司里的忙碌的人们的生活 我觉得可以有个好处吧 你看那边有很多巨红色的椅子 整理来说还是很文艺的 我们现在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木头的一个 一个这个,一个这个什么上面 一个这个座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 就跟那边那个,嗯,木头啊有点类似 看来人来人往的感觉真不错 不然就很想带大家去公园留的留的 哇,其实是我更想去公园留的留的了 这边有个叫史丹利的公园 之前我们在有一集 温不火的旅游节目里面有播出 非常漂亮,是省级公园很大很大 停车车绕一圈呢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 呃,现在这个时候朝上北下南 左西上北下南,朝南边的这个公园 呃,阳光非常的充足 我觉得在那里晒个太阳睡一觉再美不过了 好,我们走起下一站 温哥华呢最漂亮的时候呢是夏天 当然了春天,尤其是四月份 因为花开的时候也很漂亮 在很多地方你都能看到很多人呢自拍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些朋友们都在给云花喝影 还蛮漂亮的 呃,带大家去哪里呢 呃,我想了想我还是带大家去海边的海港 顺便看一看温哥华最牛逼的这个会展中心 非常漂亮,我们走起 每次来到每次来当趟啊,我觉得十次都有八次都来这里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温哥华的当趟的最繁华的这个地段呢 呃,的北边的这个海港 那看到那边呢就是convention center 也就是它的会展中心 然后那边呢是canada place 也就是这个五番酒店 呃,非常的出名 这边还有一些imax影院在上面 也非常不错 这边呢,这其实是一个轮船的渡口 就是有很多这个游轮过来之后 它都会停在这边 然后吓好多人 然后出来玩 然后再回去 呃,非常不错的体验 呃,这个加拿大2010年时的冬季奥运会的火炬就在这个building的另外一面 我们待会可以从那边走过去 不管你是跟旅行团来的还是自己来 通常情况下呢,呃,都会避免不了来到这里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美 闻一下还可以闻到那个海水的那个 那个咸的味道 呃,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到这个地方啊,我就想起了香港的那个那个海归出海的那个那个口 虽然我没有去过香港 就感觉好像很像啊 因为都有点海港的感觉嘛 对面呢就是北温 那都是很多山呢 呃,虽然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消费啊 和这个infrastructure 好像没有咱们这边这么好 但是北边呢也是非常的清闲 房价呢也不便宜 那我们去火炬那边 大家可能觉得 大家可能觉得很好奇啊 这蓝色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蓝色的是什么 嗯,比较有文 比较这个artist的那种东西吧 它下面呢有那些灯 看到没有 这些灯呢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会打到上面 就会很难漂亮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吧 然后这边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水上飞机 看到没有 水上飞机在这里边 如果要去周围的岛屿 比如说维多利亚啊,Nanamo啊 就可以坐这边的水上飞机很快 20分钟就可以到了 如果要坐船的话 你要在北温坐船 要开过去40分钟 或者在richmond最南端坐船 也要开40分钟 然后再坐船坐一个小时 然后再去维多利亚的downtown 又要一个小时 所以可能要三四个小时 对于时间有限的人来说呢 在这坐一个船 再坐一个飞机很快的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那可能有人会好奇啊 那边那个 那边那个蓝色红色条的那个是什么 那个呢是一个加油站 就是海上加油站 专门给这些水上飞机加油的 然后我也能看到一些飞鸟 海鸥 我不知道这些水上飞机虽然很小啊 但是是不是也需要打鸟呢 看来是不需要了 只有两个刚刚停下来 经常有飞机这个降落 那边呢就是2010年的这个冬奥会的火炬了 火已经灭了 不过火炬还在 到了夏天再暖和一点的时候呢 这边坐的全都是人 在喝一杯啊 吃一些薯条啊 那边是另外一个 一个一个restaurant 也非常不错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适合眺望北温 还有这整个海港的 我们上前面走一走 哦 before that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大企鹅 不是大海豚 哎 或者鲸鱼 有点马赛克的感觉 这也是艺术家的作品吧 怎么样飞机飞机准备起飞还挺有意思 不过他要花好长时间他才起飞 他要先走到他自己的航线上 然后他才能起飞 那那边呢就是 Stanley Park的上北线 Stanley Park的北边了 如果要骑行车的话 就是从这边要骑过去绕一大圈 这远处有一个绿色的 你要仔细看的话 那个就是Line Gate 就是市门大桥了 非常漂亮 怎么样 带着大家跟我一起来到了温哥华的Downtown市中心 来溜达了一圈 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了 我也呢趁着这个工作的时间呢忙里偷闲 总体来说呢感觉城市里的人呢本来就少 那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呢人就更少 让我觉得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呢 看来还是人 不管东西建的有多好多美 我觉得还是应该 人文文化还是更加的重要 有了人才能有生气 才能有更多的creation 总而言之吧 鸡汤我就不乱说了 那我们下次节目见 拜拜 哦对了不要忘记关注我 订阅 拜拜